因软件错误 特斯拉在美国召回126,747辆汽车 后续将OTA解决 IT之家 2月9日消息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称 由于发现了一个软件巴克 能保持挡风玻璃橱双性能下降 特斯拉将在美国召回26,681辆汽车 特斯拉告诉监管机构 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热迸的一个阀门无意中打开 并将制冷剂困在蒸发器内 对此 特斯拉将通过OTA无线升级来解决这个问题 此次召回涉及一些 可能不符合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的 2021-2022款Model 3 Model S Model X和2020-2022款Model Y车辆 特斯拉表示 目前还没有发现 与此次召回有关的任何伤亡或事故 但Linsa表示 在某些情况下 它可能会降低挡风玻璃的能见度 这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碰撞的风险 IT之家了解到 今年1月15日特斯拉发布了一项软件更新 作为预防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与Linsa和加拿大交通部进行讨论后进行了测试 以评估交付的新车辆是否符合该软件命令 自去年10月以来 特斯拉在美国至少进行了94召回 原因是该公司正面临政府对其驾驶辅助系统 Autopilot和车载游戏功能的调查 2021年1月 在Ninsa采取了正式寻求召回的不寻常举措后 特斯拉同意召回13.5万辆可能出现故障的出屋屏汽车 该机构表示 触屏故障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问题 包括后视镜或被用摄像头图像丢失 外部转向灯 挡风玻璃除物和除霜系统 中文字幕提供